澎湖鎮江操演對海上模擬中國大批軍艦來犯 國軍用強大火力射擊反制 不過正受臺海抵禦共軍侵擾 仍要靠岸邊設置的雄風飛彈 基隆和平島就是海風第一 中隊的駐守陣地 而上頭的雄風飛彈監控了台灣 北部以及東北海域 包括基隆以及三支都有雄風飛彈陣地 緊盯臺海北端共軍動態 再加上外離島也有雄風飛彈進駐 只要東部戰區軍艦出港 立刻進入飛彈射程範圍 即使中共軍艦南下 進入臺海跟東部海域 澎湖跟三支的雄二飛彈 活力涵蓋臺海北端 基隆和平島負責摧毀 繞往臺灣東部海域的共軍軍艦 即使南部戰區山東號航艦逼近 小琉球跟左營的雄風飛彈 也足以摧毀來犯的共軍航艦打擊群 總統蔡英文更在共軍圍臺軍演後 823炮戰六四週年當天 釋導海風三中隊 飛彈陣地 以及指揮中心罕見曝光 警告共軍犯臺將無法全身而退 因為臺灣不只飛彈密度高 反艦飛彈也有遠中近三層防禦 包括陸基雄三增程型 最遠射程四百公里 而標準版的雄三 也有兩百公里射程 雄二跟對面採購即將來台服役的暗置於插飛彈 可以打到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公里 構築飛彈火網 臺灣飛彈火網嚇阻共軍靠近 中共卻在外離島以無人機侵擾 十六號民間無人機拍攝二膽島的岡哨 試圖尋找機密設備 但是立刻被哨兵發現距離市井 中共軍艦想靠近臺灣 我軍以飛彈重乘火力 讓敵軍犯臺得付出極大代價 三雷兄李鎮到陳雁豪台北 參觀到